哈囉各位好 我是極度專業 歡迎收看 極度專業DIY教學 來 今天幹啥呢 來 極度專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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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上次我們所有料沒到 現在我們把料補上 我這個自動調鍵器呢 這邊掃了一個油封跟一個糖黃 那我們把它拆下來 這個油封是防止你的機油 跑出來 那彈簧就是為了讓 這個自動調鍵器呢 可以變成真的自動調鍵器 來在這裡 那那個 油封彈簧啊 是這個H6T 對 14525跟14524 因為這個真的非常難叫 那 野狼引擎都一樣嗎 因為你這顆是噴射的嘛 對 但是這個是我改自動調鍵的 這個氣缸是淘寶的 這個是台灣的 勁戰 誒不講錯了 碳降系列的自動調鍵器 然後上面這個 這個一圈 這個是我們解流法的 O-Ring 誒對 它上面那個絕緣版的 你不覺得這很厲害啊 就是引擎這麼高溫的東西 那個橡膠都保得住 對啊 所以這個要特別的 特別材質 我們先把彈簧跟O-Ring拿出來 等一下這個O-Ring我上個油好了 好 然後這個彈簧我們就往這邊放 好 這麼長 哦 直接插進去就可以了 對 來這裡 這個O-Ring 抹點 細油 好 那我們就套在這邊 等一下 OK 有沒有 套著了 然後蓋子再堵上去就可以了 沒錯 做這麼簡單 對 然後你看這顆螺絲 是特殊的 這裡是做凹槽的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凹槽 有沒有 這個凹槽 等一下我們就對這個 彈簧 好 然後我們就 擠進去 對 那裡面的構造你有開給大家 沒有 沒有 那各位自行老婆囉 對 這個我記得我那時候沒拍 因為不好拍 好 那 OK 我們這個野狼自動調電器的 最後一塊拼圖 我們就裝上去了 所以一輩子就不用再調電嗎 不用手動調 但是 它也會有個極限嘛 對 騎到這個報廢應該都不用調了吧 應該是 因為像上次我拆下來的 那邊基本上都沒跑 OK 蛤 那我們上這個解溜法電片 那其實那個我看過那個料號書 他說這個是絕緣版 好 那原本這邊嘛 那這邊 這是舊的 這邊有一塊油風 那這邊會有一個電片 這我已經刮掉了 那我在跟材料行交的時候 來你們看 它就這樣而已 嗯 莫名其妙 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他說這個電片就是這個 它這個直接鎖就好了 但是我明明有 明明有拆到一塊對不對 對 對 所以說我被虎爛 那怎麼辦呢 所以說 沒有啦 那個舊的已經沒辦法用了 那 然後接著它拿那個油風 是拿這種油風來給我 好 那我們給你們看對的是怎樣 對的是怎樣 對的是怎樣 一個是葫蘆造型 一個是圓形的 差很多吧 那圓形的料號是 91308B8B000 這個葫蘆造型的是怎樣 嗯 好 來 胡隆我 那 電片的部分也買到了 好這個電片 這特殊的電片 然後他說這叫做絕緣電片 絕緣電片 那他的料號是 16229B8B000 嗯 好 真的難叫 還好 有時候我覺得網路賣家 比那個 材料還靠譜 哦 對 好 這裡 那 我的習慣是會上一層 機油 對 那我們先把這個螺絲拿下來 這是10號的螺絲 好 那 上機油囉 好 不是用泡的嗎 今天跟磨土司一樣 磨起來就好 反正這個以後應該也不會再拆到了 那我們出的這一面就靠 這個是進氣端 對 然後 好 那我們這就放進去 這個小心放 這個真的要小心不然它會破掉 你就對著它那個葫蘆型就好 好 那這邊是舊的 那我一樣跟材料行交一片新的 那其實舊的應該還可以用吧 對 那為什麼它要絕緣 隔熱 隔熱啊 因為你急溜滑上面都Sensor 隔熱 喔 是隔熱不是隔電 隔熱 好 這個放上去之後 來 我們這個 好 我們再把這個 葫蘆造型的 葫蘆造型的油風 H6T什麼的 不是 H6T是 下面這個 這個條件其實都是H6T 喔 OK 然後 193 191308 B8B OK 好 那這個一樣我們上一點細油 以後 上去就不會拿下來了 剛好縫那個造型 所以你一開始真的被騙啊 一開始真的被騙啊 一開始真的被騙啊 你看多好裝 我一開始在這邊壓 壓這個圓的 要壓上去 你看這個又超厚 這個要壓上去 有點困難 好 對 好 然後 然後 這兩片 小螺絲 寄回去 那 這麼早 寄回去嗎 等一下 沒有要幫我裝 喔 好 嘿嘿嘿 明天再說 嗯 下集 這應該不會 這應該不會掉 好 然後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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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順便 拿回去拿工具 來 好 然後我們這個二次進氣的這個電片啊 我們要拿下來 好 要裝上去啦 二次廢氣回收的這個 好 所以原本只是先裝上去沒裝電片 對對對 拿那個太陽就要狗一圈啊 所以這一整個這個東西都是淘寶來的 不是 七輪頭不是 七輪頭是原廠的 原廠四千多塊 齁 啊 怎麼那麼乾淨 啊原廠的咩 我是 啊 換 換成原廠 喔 換成原廠 好 這我們電片上來 要不要狗個油啊 但是 以我的經驗因為這邊高溫的地方 基本上沒有用 你每次有拆到齁 就一定要換掉 嗯 那狗個油有一個好處啊 你看 等一下會黏在上面 嗯 這個黏不住 用黃油呢 嗯 黃油就黏不住了 嗯 你們 1 2 3 1 25 8 5 然後有稍微擠壓到 然後有破掉 然後我這邊就苟了一些墊片膠 雖然苟了很醜但是我希望它撐得住 不過有人跟我說這個應該是抹心鞍的 如果它壓力也撐不住 就出來了 因為它裡面壓力很大 所以說我就想賭一把這樣 所以說到時候要再拆一次的話 也有可能會要再拆一次這樣 好呢 我們引擎大概準備上就是這個樣子 應該就差不多了 準備就是裝車了 對,接下來就是要上車了 OK吧 OK啦 沒錯啊 卡 卡吧 好 好,那以上就是我公開我這個 接下來我這些比較特殊的料件 你們要去怎麼買 去哪裡買 料號是什麼 我都有跟你們講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按讚、訂閱、留言、加分享 記得什麼 開啟小鈴鐺 沒錯,掰掰 拜拜 好,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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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